大家好我是肥宅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不少有趣的謎片企劃 或是多位新的女主播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知名片商跨界開設的遊戲平台 MASUBU 之前有推出過非常知名的 這個面試有點硬 最近又推出了全新同名謎片系列改編製作的真人互動遊戲 妖女炸之 想必也會得到大家的青睞 先帶大家了解一下故事劇情 主角以前是警察 但後來發現自己不太敢面對高難度的刑事案件 畢竟可能要和凶狠的歹徒奪刀 受重傷也都不是不能想像 所以後來轉行到酒吧當店員 算是過上了理想中安穩的日子 之後我們的第一位女主角登場了 主角以前的搭檔雨晴 目前在追查一桩奇案 犯人的手法非常凶殘 已經造成全市的恐慌 就算主角不當警察了 依然時不時會到主角的店裡關心他的境況 另一位是百榮 百榮做事比較不靈光 很常受到主角幫忙 偷偷在內心對主角抱有好感 本來以為這樣美好的日常會不斷持續 直到某天主角發現了一件不該被發現的事 酒店的老闆王夫人 居然將一位顧客活活榨乾 發現異狀的主角見義勇為 衝上前去和王夫人對峙 原來王夫人是以此為生的妖怪 剛好上一位犧牲者也買單結帳了 主角很快就被王夫人打至跪地 王夫人做夢都沒想到 今天居然還有額外收穫 主角極力抵抗王夫人的攻擊 構築戰壕 架設地雷區 搶奪制空拳等等 甚至是開始研發足以逆轉戰局的夢幻武器 但時間非常緊迫 王夫人的大軍已經壓到主角的首都了 用來對抗王夫人的夢幻武器是不可能出現了 其他一切方法都被王夫人看破並化解 王夫人不曉得已經用這種邪門的方法 犧牲了多少人 修煉了多少功力 主角的戰鬥力在王夫人面前 根本就是大人打小孩 眼看自己也要跟剛剛的犧牲者一樣登出人生安賴 主角爆發出了活在現場的怪力 反過來將王夫人壓制在地 讓他知道到底誰才是老大 王夫人也很疑惑 剛剛奄奄一息的主角 為什麼能像瑪莉歐吃了蘑菇一樣 變得更大更強 原來主角天賦異秉 是傳說中的九陽童子 無需進行像王夫人如此長久的修煉 天生就有極高的戰鬥力 王夫人雖然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 但九陽之力可是西之珍寶 要是能成功吸收 自己能連跳好幾個等級 在主角差點遇難之前 白龍和羽芹突然出現 羽芹的手槍在王夫人身上開了好幾個洞 白龍偷取了王夫人的妖珠 兩個人合力將其擊退 總之主角現在就非常迷茫 我的老闆原來不是人類 我認識的兩個朋友原來戰鬥力這麼強 本來羽芹沒打算把主角捲入其中 但眼看主角也已經是受難者之一 況且他還具有某種神奇的力量 最後只好把所有細節的巨石已告 王夫人就是他在追捕的嫌犯 他和白龍一起行動 但兩人關係不好 白龍和王夫人是同一種妖怪 但白龍說自己不會攻擊別人 替王夫人做事只是當初迫於情勢 現在他想當一回好人 大致了解情況後 主角發現全身發熱 就好像打完疫苗後的當天深夜 整個人跟站在搖滾區一樣 你不晃 音樂會幫你晃 白龍認為這是九陽之力的副作用 這股力一運上來就必須要將他釋放掉 否則他會匯集在一個地方 匯集到最後那個部分將會爆裂為碎片 白龍和羽芹都很願意幫主角一個忙 玩家在這邊可以選擇 是要接受白龍技術老道的治療 還是要讓羽芹拿主角第一個開刀 這邊我選擇羽芹 因為感覺跟白龍不是很熟 加上他跟王夫人是同一種妖怪 剛剛好不容易脫離險境了 我也沒有傻到會重套復測 最後我接受了羽芹的治療 又是一尾活龍 現在王夫人因為主角的九陽之力而非常虛弱 據白龍所說 王夫人底下有個集團 有不少人都會私底下偷偷協助王夫人的計畫 所以他才有辦法犯下多起重罪而逍遙法外 趁著王夫人無力行動的期間 羽芹提議應該趁他兵要他命 馬上把王夫人的老巢給端了 加上主角又有九陽之力 想必會輕鬆不少 白龍則認為沒有那麼簡單 面對王夫人這種等級的妖怪 僅靠九陽之力還是略顯貧弱 最好再找到一件法器 法器加九陽之力的完全形態 一定能將王夫人徹底拿下 接下來主角的九陽神功 又會如何大顯身手呢? 就請大家遊玩妖女榨之的本篇遊戲啦 遊戲的最大特點就是由全真人演出 不論是哪位角色都非常漂亮 在互動環節的時候 那個臨場感非常之高 劇情也不會太掉玩家的胃口 大家想看的部分 在遊戲開場10分鐘之內 就可以馬上體驗到 快到我有點措手不及 另外一項在遊戲中很重要的要素 就是玩家做出的選擇 選擇會影響的層面有很多 最簡單的就是剛剛提到的 要接受白龍還是羽芹的治療 其他還有增加好感度 改變劇情走向等等的功能 點擊選項之前 大家可以先想一想 和王夫人交戰的時候 除了會播放影片 畫面上還有小遊戲需要大家通過 這個遊戲設計的還挺周到 只需要一隻手就可以操作 剩下來的那隻手 大家可以去忙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最後再偷偷說一個特點 遊戲內的畫面都是無修正的 想看的地方都絕對能看得到 那麼要去哪裡才能玩到這款 妖女炸之呢? 那就是要到我們的 MASUV 馬瑟布平台 MASUV主打的就是 正人互動類型的遊戲 除了最新作的妖女炸之外 這個面試有點硬 也能在MASUV平台上體驗 順便來介紹一下這個面試有點硬 玩家將扮演女魔面試官 與他們進行初步的線上面試 以便安排後續的形成規劃 每天都能安排面試不同的對象 針對角色做出各種不同的發問 主要的角色就有五位 玩家可以在面試的過程中慢慢認識 最後體驗到最精華的環節 引玩家支持好評再加碼 面試有點硬 後來推出新的續作 這次收到老闆的任務 遠渡重陽來到日本 卻遇到了邪惡組織M 這次玩家是否能達成任務的同時全身而退呢 既然舞台轉移到了日本 這次遊戲內多了一位來自日本的角色 也就是我們的羽工流菜 我個人算是很推羽工 之前在台灣辦的個人活動我也有參加 最大的賣點真的就是超大 而且又很願意和粉絲互動 等到遊戲推出之後 必須好好的來體驗一下 羽工在遊戲裡會如何服務玩家 除了面試很硬系列之外 MASUV平台還有其他不同的作品 像是主打戀愛感滿滿的愛的觸體驗 將由兩個大女神來和玩家們互動 分別是小露露和曾子妍 劇情講述主角意外的穿越到了一款遊戲裡面 而這款遊戲大家也知道 想必它有不少過人之處 在遊戲世界裡的兩位女神們 將會因為主角做出的不同選擇 陪伴主角完成許多本甘在現實世界難以完成的壯舉 像是和融合商業運轉 殖民火星 探索外宇宙 建造代聲球 甚至是和外星文明接觸 開創全新的黃金時代 讓人類變成一個真正的一級文明 另外一部《日不落帝國奇遇記》也值得大家一看 總共有三位女神等待玩家踏上偉大的航道 三位女神分別是波尼、南依、優娜 玩法上是以低人生視角和我們的女神們約會 特別要說一下選用低人生視角的原因 因為這樣會讓玩家有更好的沉浸感 好像真的在和女神們進行互動一樣 劇情中設計了上百個故事分支 故事都會採用影片的形式呈現 希望大家身體夠好 能撐過三位女神組成的聯合戰線的公式 加上高達8個不同的結局 以及多到數不過來的隱藏故事線 還有大家最喜歡的獎勵場景 如何才能玩出這些遊戲內的隱藏要素 一樣要請玩家們拿出高情商 做出英明的決斷 之後便能享受和女神們的快樂約會 刺激程度我想應該不用再跟大家強調 前面介紹的幾款有多火爆 《日不落帝國奇遇記》 只會更加超出玩家們的預期而已 絕對不會讓大家感到一陣空虛 說了這麼多 搞到我自己有點想玩 要我說的話 最吸引人的果然是第一人稱視角 還有用影片的方式呈現劇情 第一人稱視角在謎片業界 算是有著廣大支持者 隨著攝影設備的進步 第一人稱視角題材的片 拍攝更容易 更有臨床感 Google之前發售過一個 沒什麼人知道的產品 Google眼鏡 當初被自家形容是穿戴式裝備的先驅 可惜市場並不買單Google眼鏡的設計 大家可以猜猜看 Google眼鏡後來被用在什麼地方 沒錯 很多業者買了Google眼鏡 來拍這樣的片 用影片呈現劇情就更不用說了 人類作為視覺動物 有什麼比會動的東西還更有吸引力呢? 最近興起的一種短影片形態 就是一個人一邊走路一邊講話的那種 通常都很不俗的觀看次數 那為什麼他不站著講就好 因為走動的話 背景會跟著變換 人類對於會動的東西就是難以抗拒 歡迎大家來到Masof平台 好好的關注一下 妖女榨之這款遊戲 後續也還會推出更多原創的遊戲 邀請更多巨星參與演出 希望到時候各位觀眾的體力能跟得上 現在Masof平台也有在搞一些活動 只要加入Masof的社群頻道 就可以享受新人特別福利 只要填寫福利申請表 就有機會得到50M券 M券可以用來在平台購買遊戲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加入社群也能在第一時間 獲得遊戲的最新資訊 現弄的觀眾千萬不要錯過 馬上點擊下方連結了解更多吧 下收看我是肥宅下次見